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之前发过两期关于去黑头的视频 在上一期视频里呢,我对比了像油溶法 增加洁面次数,水洋酸清洁面膜等等这些方法 并且拍了400多张图片 想要客观的看一下这些方法的效果 最后的结论呢,是水洋酸的效果最好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支视频 在上一期视频里面,我使用水洋酸 大概是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发了那个视频 今天呢,是想来更新一下 我使用水洋酸三个月以后的效果 到底是不是可以彻底的清除黑头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就请看下去吧 水洋酸的效果到底会不会一直叠加 还是说用一阵子之后就会达到它的清洁极限了呢 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指导 我是不是需要在额外添加其他的产品 来增强去除黑头的效果 因此呢,这次直接使用3月3号 开始使用水洋酸之前的状态 以及4月16号 使用水洋酸一个半月时候的状态为基准 来跟5月31号 使用了水洋酸三个月后的状态 来进行对比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比图片 第一张 3月3号,4月16号,5月31号 早上洗脸前各个角度的对比 前一晚使用水洋酸以后 第二天早上皮肤看起来会显得比较油腻 但这只是水洋酸本身的质地造成的错觉 因此大家忽略这一点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些膨胀的毛孔 大致看起来 毛孔的密度只有轻微的改变 但是毛孔的直径和凸起的程度逐渐降低 这一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也反映了黑头本身的大小 放大以后可以看到 首先5月31号的毛孔颜色较白 氧化的白头就是黑头 因此推测水洋酸使得白头 更容易快速地排出毛孔 因此还没等它氧化变黑 就已经脱落了 这一点跟水洋酸的角度波脱机制是一致的 这样也会使得黑头的比例降低 毛孔粗大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明显 详情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两期视频 有详细的黑头形成理论和水洋酸的原理讲解 第二部分 鼻翼两侧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 毛孔的直径和凸起程度 较之前还是有明显下降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平滑 再来看第二张图片 3月3号、4月16号以及5月31号早上 系列后各角度对比 整体看起来 5月31号正面鼻梁上的一些黑头 和左侧鼻翼上的一些黑头已经脱落 只留下了一些凹洞 比4月16日更为明显 说明水洋酸在对付某些顽固黑头上 确实会有时间累积的效果 放大来看 左侧鼻翼特真心的L型毛孔 逐渐变得更干净 但是没有彻底消失 L型附近的一个顽固黑头已经脱落 并感觉毛孔直径有些减小 但同样还是没有消失 另外跟洗脸前对比结果一样 毛孔的直径和凸起的程度在逐渐降低 这一点在洗脸以后更为明显 第三张图片 3月3号、4月16号以及5月31号晚上洗脸后各角度对比 晚上洗脸后整体要比早上洗脸后更加干净 这跟我晚上洗澡时热气帮助打开毛孔有关系 详情可以看上一支去黑头实测视频 跟上两张的对比结果类似 整体上毛孔的直径凸起程度都在逐渐缩小 黑头的颜色也在逐渐变浅 除此之外 放大来看鼻翼左侧的L型毛孔 整体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的明显 直径也几乎快要和周围的恐怖们一样 快要让我看不出它的特征 除此之外 很多原本比较明显顽固的黑头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比如L型下面这三个 但是毛孔们都没有消失 只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可以看得出来 使用水氧酸三个月后的效果 确实好于一个半月的效果 说明在增加使用次数以后 它的效果确实是有一定的累积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持续使用三个月后 很多黑头被排出 毛孔看起来显得也更干净一些 但是这些毛孔却没有消失 而且这样的毛孔也更容易积累新的黑头 水氧酸最大的效果就是帮助黑头的排出 很多蛮谷黑头是由于经常的挤压 造成慢性炎症 导致毛孔周围发生疤痕一样的改变 这样的毛孔就失去了回缩的能力 因此下一步我打算使用一些改善毛孔本身的成分 比如说烟纤胺 或者换一款更强的酸类 比如宝拉这款果酸和水氧酸的混合物 我也会持续更新我使用的效果给大家 继续说回这一次的测试 测试效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离零毛孔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 大家也看到了 毛孔内即使没有内容物 它也会以一个凹洞的形式继续留在原地 很多被反复刺激过的毛孔已经变得非常的顽固 除了更容易积累新的黑头 它凹凸不平的感觉也会影响我们皮肤的质感 因此一定要避免对我们毛孔的刺激 比如说抠挤 这在前两期视频里边也有详细的说过 感兴趣的话可以回那两期视频里看一下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长痘痘有黑头或者说毛孔粗大 那么多半你的角质代谢是异常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尽早的开始使用一些角质剥脱的成分 比如说水氧酸果酸 可以及时的遏制问题进一步的恶化 这样也能尽量避免黑头过度累积 造成毛孔无比的粗大 也能进一步的减少抠挤的欲望 下面再来说一下我做这几期黑头视频的一些感受 首先呢就是大家如果从我的图片里边去看的话 一定会觉得我的皮肤非常的差 而且觉得我的毛孔会异常的粗大 其实我也不否认这一点 但是说实话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比较少有人会觉得 我的毛孔粗大的问题有那么的严重 我做的这些视频里边给大家提供的图片 都是用高清的摄像头 怼着我的鼻子去拍的 这样的距离呢 你的毛孔看起来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是不会用这么近的距离观察你的 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焦虑这个问题 很多人在照镜子的时候 也会觉得自己的皮肤怎么那么那么的差 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体会 就像我最近在拍摄这些照片的这个期间 我也感觉我的皮肤怎么会那么差 因为这阵子呢我总是需要近距离的去观察他们 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会忍不住真的想去抠一下挤一下 即使是不去挤黑头 我也会觉得脸上好像有个痘了 我要挤 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 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老照镜子 尤其是那种近距离的照 你只要大概像你在浴室里边的镜子 或者说在穿衣服的时候 你从你的镜子里看到 你大致上是可以的 我觉得那就可以了 不需要过度的去在意自己身上的一个痘啊 或者一个黑头 另外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呢 就是不要在家里放那么多的镜子 像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哪哪有个镜子 就忍不住拿起来要照一下 这一照不要紧 你有的时候手都是脏的 你都忍不住想去碰碰你的脸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手碰脸其实会让你的皮肤 有非常多的长痘的风险 今天只是一期短小的更新视频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麻烦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还是要在这里再推荐一下 我的上两期做的有关于去黑头的视频 我确实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去做那期视频 也尽量想要做到科学客观 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家对 那一期视频的兴趣不是那么的高 我个人觉得那一期视频 还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希望大家去看一下那期视频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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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